免費軟體應用系列的第二場 然後今天主要會比較是在動畫這一塊的 上禮拜是教大家怎麼設計海報 然後我從裡面學到了不少 特別是那個什麼 我沒有聽過的那個拋棄式信箱 那是我第一次聽過 所以相信大家可以學到很多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素文老師 那可能大家先到那個網址連結一下 下載一下軟體 那這邊我們就交給素文老師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剛剛大家也看到這樣虛擬社會的概念 其實呢 這個部分 你也就知道為什麼現在網紅這麼多了吧 隨隨便便都可以嘛 對不對 不是隨隨便便啊 就是很認真的分享這樣子 但是重點其實在於說 我們希望讓質感好一點 質感好一點的話 你就是有這樣即時的區別的效果 那 當然你說要看那個使用前就是像這樣 哈哈哈 對不對 好 你在現場就可以看到 OK 那我們今天呢 一樣幫大家準備了一個互動擺板 那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拿幾位同學是上一場有參加過的 有一個而已 原來全部都新的 太好了 這樣我可以把上一場的影片順便再播一下嗎 哈哈哈 我們上課都會錄影啦 上課都會錄影 所以呢 如果各位你有錯過上一場的沒有關係 你可以到我老師的部落格 你可以查一下這個素文老師也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家部落格 好 你往下走 上一場我有記錄起來 在這邊 有沒有 這一場 好 所以你進來之後呢 我們上課的資料 還有上課的錄影面 都在上面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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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有錯過的 沒關係 隨時可以錄一個人 那我們上課錄影的話呢 就是會像這樣 就是 您可以看到就是 一二三四 我就分得很清楚啊 標題下 所以呢 你哪一段不了解的 你就個別點一下 進去就可以看了 這樣的話 我想 各位在 上完課之後 你想要再使用 也相對會比較容易 因為上完課馬上就會的 不一定會很多嘛 對不對 難免有些東西 回去 不小心忘記了 你就自己 把握 我繼續睡我的 你繼續學你的 OK 好 這樣應該大家都沒有點 那所以 麻煩大家呢 您先進到我們白板裡面來 目前呢 已經有二十三位同學進來了 已經有二十三位同學進來了 那麼 我們先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白板要怎麼用 各位呢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呢 你都可以在這個白板裡面 來 發問 那首先我把這裡先放大一點 這樣太大 好 大致上這樣 白板短大 那如果你有問題的話呢 第一個 最簡單的 就是請你來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文字框 對不對 就像office裡面有文字方塊一樣 你點一下 點一下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看你有什麼問題 你用打的 就可以問了 這樣第一個 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第二個 如果你覺得 嗯 用打的還是有點慢 你可以有 這裡有 繪圖的工具 也有這裡 有沒有 也有這些 還有一個是塗鴉的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直接用畫的 也是OK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第三個呢 如果你可能是軟體操作性的問題 你就把那個畫面 或者你有想到的idea 你就把那個圖片複製一下 比如說 假設我在這個地方 有問題 那我就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好 我就複製一下 或者你網路上搜尋的也可以 都一樣 你就來這邊 Ctrl加V貼上就好 Ctrl加V 有沒有在那貼進來的 對不對 有問題的你就這樣 我就會隨時回來 白板這邊看 各位 你不覺得我雖然沒有廣播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畫面上會即時出現 我沒有入侵你電腦嘛 我們這樣互動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就在這邊 那萬一呢 你有相同的問題 不管是文字的 繪圖的 還是這個圖片的 你就找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新增速解 你就點到那個 看是圖片還是那個文字都可以 好那如果你有相同的問題 你就點到他之後 你看企鵝已經來了 有沒有 各位進來都匿名的 所以不用擔心 我會知道你是誰 除非你要自己把自己公佈出來 我是某某的 好那有沒有進來這邊 是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是匿名的 沒有關係 那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問題就點到那一個 不管是圖片啊 還是文字 就點到他之後 按一下這個 新增速解 新增速解 你就可以看到 在右手邊這邊 好反正你們都糾纏過嘛 加1可以吧 對 表示說 我有一樣的問題 那你也可以 再加2加3 好那如果呢 我已經把你的問題解決了 我就按一下解決 就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好 所以呢 好你看現在師虎 打了兩個加號 這樣可以啦 基本的大家應該就 了解那個概念了 所以 如果說待會您在我們延期進行的過程裡面有任何問題就麻煩您在這邊 在這邊 待會呢 如果我們的這個 白板不夠大 或者內容已經比較多了 我再把它 保存起來 換新的就好了 這樣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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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